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交的第20门课 强调的是严重性 那这一章的主题讲的是抽水肥 到底要抽哪一个词 那现在我们现在假设一个东西 假设我们现在要去抽水肥 抽某一栋大楼的水肥 我们先不去管说到底它这水肥是怎么产生的 那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那新建大楼的就不会有水肥吗 其实这个其实是蛮不一定的 当然基本上来讲 新建大楼大部分都是没有 可是如果万一的话 你的废水管接错了 或者说你的污水管接错了 又或者我们今天讲一个 很多水池之间发生堵塞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满出来 又或者我们就换一个例子 假设你水管阻塞了 有没有可能你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假设你今天要抽水肥 那抽水肥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已经从地下是满起来了 它的味道是非常难闻的 那为什么我们总开始会注意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重要 而且严重性 而且超令人感到尴尬的 所以普通来讲 我们在接管一个大楼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最恐怖的事情来想 或者我们今天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说什么是你的严重性 也许说它发生几率很低 可是只要发生一次 那我们就忠实难忘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的在意 就好像举个例子 假设P来讲 我们今天大楼出现了某一种设备状态问题 那你今天总管是 你如果不清楚 说这整套大楼设备 你没有所有的钥匙 没有所有的空间概念 那请问你 等到外面厂商要进来 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在那边走来走去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站在抽水肥这个立场来讲 其实除了我们要考虑说 这抽水肥到底它的 我们今天来讲说 它什么叫做抽水完毕 的这一个定义的话 因为你实际有工作精神 你才知道说 到底是抽几车 抽哪一池 又或者说是不是要全部抽完 那到最后是不是还要再清洁它 那这个东西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标准 那你要必须要知道说 各种工作不同标准 它可能所牵涉到金额额度 还有当然基本上来讲 你抽水肥的厂商 你要能够24小时的跟你搭配 那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说讲到抽水肥 我们就要考虑说 到底要抽几台车 那它到底抽的是不是水肥 还是我们今天它只是抽了一些水 然后就把那个车数我整个增加了 那导致于说基本上来讲 这个问题虽然你解决 可能你花费很多成本 然后再来你必须要知道抽哪一池 那再来你要知道何时抽 多久前抽 或者我们今天讲 大多数都是烟期来再抽 然后再来你还要有一个厂商 能够24小时叫得动 因为抽水这种事情 而是没有办法有时间delay 你说如果说只是电灯损坏 那这个东西我们隔天 可以请机电人员再来修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单纯讲 电梯损坏 那我们可以掉一个牌子 说这台电梯故障 然后等待电梯人员过来修 可是如果水肥满起来 淹起来 那不仅你今天要通知所有地家 是车主移车 然后你还要做很多事情 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站在点焦的部分 尤其是公社点焦 我个人非常重视这些 跟我物业管理管理内容有关的事项 重点就是它的严重性 然后再来我们要考虑它的频率性 那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在物业管理设计的时候 或者我们今天讲 做物业管理接管的时候 必须了解的重点之一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经验分享 请各位参考物业管理精英的 66个工作DN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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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